购买美国房产时遭运毁约该怎么办 首先如果是买家有其他原因想要取消已经进入esco的房产时 经济人要协助买家仔细看清楚合约上写明的所有的contingency 可返回条款 譬如说买家有权在几天内请房屋检查专家详细查验污矿 污矿的问题严重到买组不能接受 可以取消购买 卖方也应该退还买组付的定金 如果超出合约规定范围内的其他原因取消 卖方是可以选择不退定金的 但是有法律限制 各州均不一样 买方在搜到HA文件的5天内 要了解小区是否有诉讼 小区对出租是否有限制 小区对停车规定是否有特殊规定 等等等等 依法买组在搜的HA披露文件后 有5天的返回期 买方如果贷款条件不达标而被银行拒绝 美国法律保障贷款人的权利 买组因为贷不到款亦可以取消购买 但是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买主付的定金会被没收 合约条款中会有所载速 经纪人必须智慧买主 特别是为客人买全新房 因为键上通常会在加载条款 贷款不通货时没收定金这一项 经纪人若经验不够或者是忽略条文细节 买家就极有可能遭受损失 房屋买卖交易期限有长有短 但是合约上会写得很清楚期限 从OpenASCO起 30天45天60天都有 买方经纪人要了解买主申请贷款最新状况 需要贷款购物的买主经常会因为提交给贷款机构的文件 不符合放款要求而拖延 身为经纪人一定要在交易的期限 日期内书面取得卖方同意延长交易完成时间 经纪如果未能及时处理修改合约延期的事宜 那很可能这笔交易在合约到期时会自动失效 卖方可以把房屋卖给其他人 这就是明显的经纪人的失职 过去两年中房市火热时 有不少的卖主寿屋时要求买主 照单全收 即sell as it is 其实房屋若有危害安全问题 法律会保护买主 买方经纪人可以向卖方提出要求修正 比如说热水如不在法店的高度 屋内深煤菌 电线歪路等等 买主有权要求卖主提供修理 一位负责任的专业经纪人应该懂得 怎么如何去保障买主的最高权益 那么卖家可否可以选择从交易中退出呢 在房价快速上涨的市场中 这样的情形也经常会发生 卖主刚刚欠完交易合约 当天下午就有另外一位买主 用更高的价钱全现金来买 这使得买主犹豫 以为卖价定低了 就想取消合约 通常只有买方贷款出问题时 卖主才可能顺利的取消买卖合约 如果买方一切遵守交易合约的规定 卖主是很难取巧的 除非卖方之一冒名顶替共同屋主签字 而被共同屋主发现拒绝出售房屋 这种情况会牵涉到欺诈法律层面 买卖交易极有可能会取消 有些卖主会以为要求 另外买一栋房而延长售屋的时间 如果卖买主同意的话呢 那卖主可以安心继续住在自己的 出售的房子里面 这时候呢 以为称职的地产经济 应该要求卖主提供期限 更理想的情况是要求卖主付给买主房租 并且呢另外起草以月为期的租约 以免除卖主赖子不走 所以呢 房屋的效益过程中 不管是哪一方想要反悔 都必须严格按照房地产的法律规定 而熟知这些法律规定的地产经济 在此过程中就起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千万不可忽视或者掉以轻心 我是地产世界的陈森迪 点赞关注不迷路 地产世界来带路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关注不迷路